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那从这一个开始呢 我们来进入项目阶段 在进入项目阶段之前呢 因为咱们刚学习完框架 所以呢 为了更好的了解框架 和更好的完成项目 那么从这个开始呢 咱们先来集结课 做一下项目前期的准备工作 我先用快速的方式呢 给大家写几个常见的模块 比如说 登录模块 后台的管理平台 怎么去编写 无限分类 怎么编写 比如说一个完整模块的资产改查 怎么写 大概先做这四个模块 然后做完这四个模块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项目中 常用到的一些功能 怎么去编写 以及阿贾克斯的应用 和解块插件的一些应用 那咱们在做项目之前呢 先做这些工作 然后咱们才正式启动项目 从分析啊设计 然后咱们再一点点开始 当然了 在做项目的时候 咱不能说完整的所有功能 都给大家一点点敲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呢 重要的模块 我给大家写一下 然后呢 其他的模块呢 我给大家 通过原代码进行分析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先来做一下 后台管理平台 也就是咱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比如说 像这样 我在进入后台的时候 登录进去之后 这样的一个平台界面 当然了 暂时呢 我只是写 跟你写一下方法 后台的样式东西呢 我就先展示不写 后边写项目的时候呢 如果咱们有机会的话 再把这些后台界面加上 咱们先把这个功能写出来 样式的东西 都是后来美化去写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假如说 我们做一个后台的话 那 后台 入口文件 admin.pp 然后呢 后台用它目录 在admin目录下 所以呢 我们就写一些主入口文件 啊 第二条代码 我们先定义它后台的应用目录在哪 使用一个 呃 几贩 定义 app 应用目录在 比如说当前目录下的 admin目录下 后台的所有代码放在这里边 然后 呃 包含 呃 req are 包含什么呢 呃 包含 框架中的 主入口文件 主入口文件 我们先把整个后台的结构 用那么框架将它生成 细说 prp 下面的admin.pp 好 我们现在就生成了后台的目录结构 然后我们在写后台界面的时候 因为不涉及到数据库之类的 所以呢 暂时咱们现在还不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然后进入到后台的加目录 admin目录下 这有控制器 有模型 有视图 那一般的咱们默认访问后台的都直接访问他的indice的和indice的 这就是后台界面 默认的当然也是这个了 所以呢 咱们就将indice的控制器 里边的indice的操作作为咱们后台主页面的一个显示方法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控制器里边找到这个indice的 控制器 然后用indice做后台主页的控制器 里边的indice方法作为后台的主页 这个方法里边什么都不需要 直接这次里边的display 让他直接去找一个模板 也就是咱们在视图下边的 缺省下边的 得建一个indice的 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在前边咱们介绍过的 里边需要一个indice的点 关闭 中间又分成左右两部分 所以一般的像后台平台的话界面 没有统一的格式 但是你在做界面的时候 尽量做成大众化的东西 也就是别人会使用其他软件到你的系统上来 让他不用学习就可以用 所以你要是很另类的话 别人得通过一些手册 现学习 所以咱们做界面的时候 一定要大众化 一般的后台管理平台都分这么几个结构 这后台管理平台 上边是主导行 主导行上面除了放一些管理平台的logo 然后一些当前登录用户之类信息 那放的最主要是频道 比如说后台有用户管理 或者是什么商品管理 或者其他的 都是每个大的频道 然后一点每个频道 这边都是放上具体 针对某个频道的菜单 然后一点具体的菜单像 这里边是某个菜单像的详细的主体操作区域 通常一个后台的管理界面 都是大众化的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咱们在不加一样的情况下 咱们来做一下 所以咱们就需要分成几部分 将一个浏览器 分成上面头部部分 还有菜单部分和主体部分 最主要分成这三部分 当然了 如果频道比较少的话 你可以像咱们这种形式 我把频道放到这了 而没有把频道放在这块 因为一共就三个频道 我这个小项目里边 演示项目里边 如果多个的话放在这 如果再多的话 频道比较多的话 就是大频道里边 千套小频道 是这样的 或者是如果是同级的话 这块加更多 摆不下加更多 一点更多的话 整个页面都是所有的频道 你去选择 就像好一二三 之类的那样导航一样 那就是分类比较多的话 一点我们就可以直接定位到哪个地方 但是很少有系统 有那么多个频道的 所以一般的横向就可以摆下 如果频道下面再有紫频道的话 用一些紫菜单的方式就可以实现 好 那我们这里边 分成三个浏览器呢 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法 一种是iframe 那iframe呢 我们就可以需要用一些表格 来去定位去布局 也可以用frame set 那这里边呢 我就先用一下frame set 这里边html外层 写盖html frame set这种分针框架呢 不能跟包体体结合 但是呢 可以投 这是可以写的 H1D加个标题 比如说咱们这写上 管理平台 你不能写个包体体 在包体体里边写分针 这是严禁不允许的 因为既然是分针了 内容就应该在每个分针里边 而不是在这里边去写内容 所以分针和包体体是并行的 是不能存在的 包括你写分针的话 里边有这都属于内容体 这都不属于存在的 所以咱们直接写 frame frame set 写个frame frame set 好 然后呢 我们先将浏览器分成上下两行 rws 比如上面一行 让它是100和星 然后在这里边 分成上下两行 上面呢 就是一个用frame 下边呢 我们再分成左右两列 frame set 再分 比如分成两列 就前面一列 150的宽度 当然宽度多少的话 可以根据你项目去指定 随便frame set 然后里边分别有两个子窗体 frame和frame 那你看一下 我们在这个大窗体里边 一共有三个frame 所以有三个子窗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好 这就分完了 上边和下边 然后我们要每一个分针 让每一个分针都对应什么呢 让每一个分针都对应一个独立的页面 因为里边是请求一个页面 对于框架的主入口来说 只要是请求 肯定是请求某个模块下边的操作 那既然咱们用index这个模块 做后台管理平台 那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这里边的 所以呢 我请求这个 让他src 请求 $UR 当前模块下的 比如说top这个模块 请求当前模块下的top 目的是通过这个top这个操作 让他给我一个 顶部的一个rtm页面 一个模板 那这话 src等于 $UR 也是请求本模块的mnu 让他给我一个菜单的 一个模板 放在这个分针下面 这会儿再让他给我一个 $UR 比如mn主区域的 请求三个控制器 三个控制器分别输出三个模板 让这三个模板分别放在这三个位置上 你这会儿不能直接写 什么什么.rtm文件 一定记得框架所有操作都经过一个主入口 所以必须通过 用框架的这种方式去请求 所以呢 我这里边需要请求三个操作 每个操作需要有三个模板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需要做三个操作 一个是top操作 操作 一个是mnu的操作 一个是主体区域的操作 尽量别叫mn 因为mn在别的 比如加往或者c里边都是主方法 当然在pp里边它是不影响的 那这里边 top里边 让它加在一个模板 display 然后菜单的话 也让它加一个模板 这次里边的display 然后主区域里边也让它加一个模板 display 看一下 然后我们这加在三个模板 同样是index模块 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写一个top.tpl 里边比如说 直接用一行一 a来代替 然后菜单mnu.tpl 在这里边 我们用一行b来代替 模板内容 然后这里边 man.tpl 我们这里边 来使用一行三来代替 那 我们刷新一下 看一下 ab3 这里边数据都有了 当然了咱们调试模式呢 只要主体区域内有调试模式 这个debug这种就可以了 上面这里和左右边这个 和左边这个是不需要调试模式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控制器里边 把这个临时把这个调试模式关掉 比如说debug 关掉这个 或者是菜单这个 debug 关掉 所以通过这个控制器 它能够加载三个模 算主体模板一共是四个模板 那这四个模板就关联起来形成一个界面了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四个模板 稍微一下 只有这下边有调试模式 然后上面这个模板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每个模板去设计了 比如说顶部模板 顶部模板的通常放一些什么呢 你想在上面放什么就可以放什么 大众化的 没有什么特殊的约定 咱说上面主要是放一些频道 和一些什么管理平台的标识 和当前登录的用户 以及他所在的组 拥有的权限 登录退出 转向位置 等等的信息 放在顶部 也就是最想用户 直观操作的东西 全可以放在顶部 哪怕你做一些系统的时候 在顶部放一些公告 也都是完全可以的 那咱们把最常用的东西放在顶部 比如说 每一个里边 当然都可以是 全程有的 Head 然后这里边 每个里边也都可以有标题 比如说 这是 加一个 未知 标题 为什么我这么去写呢 因为你想象一下 我在刷新的时候 因为这四个模板 是在一个主模板里显示的 后台还是会叫管理平台 也就是在 Index的这个模板 这块我们写的管理平台 而每一个分针是没有标题的 那怎么办呢 就怕别人单独访问 比如Admin下边的 Index下边的Top 这么单独访问的时候 你看会显示 那这会就位置标题 目的就是不让别人这么单独访问 但是你可以 你是限制不住的 所以咱们加一个位置标题 不然的话 可以用浏览器默认的标题 都可以 这会可以随意些 然后每个里边有Body 鞋盖 Body 然后在Body 体里边 我们可以 比如说 用一个Cintr Center 鞋盖 Cintr 然后这会写上 He 标题 这是 比如说 咱们叫做 文章管理 或者商城 那就什么 咱们这叫做管理 平台 然后 下边 咱们放一些菜单 比如说 A标签 HIF等于 什么位置 咱们先不管 出现 这里边 咱们加上 这几个 频 到 1 可以多加很多个频道 比如说 频道 2 3 4 5 6 7 比如说 加7个频道 最后就不掉了 只是一个链接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 后退一下 这里边是管理平台 然后有这么多频道 一点频道 下边出现菜单 是这个过程 然后这块出现 滚灯条 如果不好看的话 当然咱可以用样式美化 那我可以直接 不要它显示滚灯条 只要我在这个地方 分针 上面顶部这块 加一个 S C R O I G S C R O R I G 滚灯条 等于 No 那怎么的 没有滚灯条 滚灯条就没有了 这就是管理平台 有频道 当然咱们做用户登录的时候 第二模块的时候 再加当前登录用户是谁 然后怎么退出 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或者转向前台首页之类的 就像咱们这个一样 首页退出 对吧 欢迎哪个用户啊 还有他属于哪个组啊 管理平台啊 用样你可以美化 然后下一步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块实现了 有频道了 下面就是频道菜单 那现在咱需要设计一下什么呢 首先一点这个分针的链接的时候 让它在下边显示 这个呢 咱们对RTM熟悉的时候都很容易了 这我就不详细的说了 因为在前面咱们课程都重点讲过 只是这话你稍微复习一下 我们只需要给每一个分针 每一个窗机起个名字 比如这就叫top 那这会起个name 这个名字就叫做 左部 这个name就叫做右股 或者主体区域 叫什么名都行 名字是你自己起的 顶部左部右股 三个浏览器 只需要我在这写链接的时候 链接 在这里边加上他get等于左部 默认是这个属性 自己里边显示 所以你可以这里边指定几个值 指定BLNK弹出代码 top在顶部显示 在副窗口里显示 那我这里边直接写名字 left 在整个页面分针窗体里边 左部窗体里边显示 这是目标 点频道1在哪显示 那这里边不光这个 在这里边显示了 所有的频道都让他在左部显示 没有在顶部和右部显示的 当然你可以随心所欲 想要他在哪里显示 你只要写哪个窗体名字就可以了 现在是 点击链接的时候 会在下面显示 然后链接地址 那每一个请求 他都去找 怎么的 对应的相同的一个控制器 没有必要让一个链接 对应一个 对应唯一的一个控制器 都让他对应一个就行了 比如说 点频道1的时候 让他去反过这个内容 那我就让他请求哪啊 请求当前模块下边的 当前模块谁呢 MU菜单这个 所以每个请求 我都可以让他 到这里边来 到这来的话 那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所有的频道都指向同一个地方的话 所有的频道都指向相同的地方 那么 所有的链接指向相同的地方 你就没法区分用户点的是哪个链接 所以呢 咱们这会就用一下区分 比如说 我随便写一个变量 我随便写一个变量 假如是频道 那1 频道2 频道THAE3 频道FUR4 频道是File5 还有频道 SIX6 还有频道 SEV 频道7 这样的话 我通过频道的参数 我就知道点的是哪个链接 那知道是点哪个链接 那我就知道用的是 哪个模板菜单 所以说现在在菜单这个模板里边 菜单里边 当然我请求的只是请求到主控制器里边的这个方法里边 当然在这方法里边不用判断参数 因为咱只需要是显示模板界面的 而不需要P2P处理 那我直接去写模板 直接去写模板菜单 这是模板菜单 那我这里边就可以外层用UR 当然了 这块全程也得用什么 HTMR 斜杠HTMR 然后HED 斜杠HED BODY 斜杠BODY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上标题 也是可以是 加不加都可以 这块您可以写入位置标题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用列表去做UR 斜杠UR 然后这里边加上RI 斜杠RI 然后这里边在LI里边我们再加上UR 再加上斜杠UR 我在使用这之前我先做一下判断吧 一会咱们再用外层的UR去写 比如说 既然这里边都是放菜单选项 那我可以加一个这个用Smart去判断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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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 for Smart里边 GET里边的频道 GET里边频道这个值 EQ 等于 万 等于万 那我们让它输出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 输出 一行一 或者是 多行一 再 否则 如果 Smart .get.pd 频道 EQ 等于 2 这里边 我们输出一行二 可以输出多行 然后我们再 否则 如果 Smart.get.pd 频道 EQ 等于 THIE3 再 否则 如果 Smart.get.pd 频道 EQ 等于 4 再 否则 如果 这写法了 Smart.get.pd 频道 EQ 等于 FIVE 再 否则 如果 Smart.pd .get.pd 频道 EQ 等于 6 再 否则 如果 Smart.get.pd 频道 EQ S EV 等于 7 然后 直接斜杠 IF 这里边 我们就可以是 3 3 这块 我们是1行4 这块 我们是1行5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通过用户点击不停的频道 我这会给他出现不同的菜单 我们来试一下 刷新一下 哦 我们这里边 有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错误是怎么发生 应该是有的单词写错了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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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啊 这块小错了 频道1 频道2 频道3 频道4 频道5 频道6 频道7 那我们正常一刷新的时候 默认应该就是频道1 所以默认是频道1的话 那我们这块就应该改写一下 把这块 一行1 放到 比如说这块我再加一个 否则 那我这块就可以删掉了 如果等于2开始 这样的话 我点频道1和默认 都是显示否则一行1这块 这样我们一刷新的时候 你看 默认就是一行1 一行2 3 4 5 6 7 这样的话点哪个频道 在下边就会出现 不同菜单 然后我们假如说 我就 因为现在咱们是只做一个平台 还不做内容 所以咱们就没有必要去把它都命名成相应的名字 你会根据你的项目去对应的命名 那现在我现在想在频道1里边出现一个菜单的话 那我只需要在这里边 外层已经用UR了 假如说咱们需要做几个模块 无限分类的模块 和一个比如说一个商品模块吧 分类模块和商品模块 再有用户模块 假如说我都放在这个里边 那 做一个 因为最外层已经有一个UR了 然后在这里边用上一个H1 因为外层已经有H1 我就不能再用H1了 行 H3 做标题 假如这块是分类管理 然后分类管理里边 我再用上UR做列表 UR 比如说写上管理 对分类管理菜单 加上RI 斜杠RI 这块加上一个A标记 斜杠A标记 比如说添加分类 再有RA 斜杠RA A标记 相应 这块就可以写上是编辑 分类 分类管理分为添加和编辑 编辑里边有列表 然后有修改的链接和删除的链接 这样我只需要两个链接项 就可以定位到这个分类管理 那不光是有分类管理 当然我一点分类管理的话 默认链接是在当前分针下有效的 你看 这样子太乱了 我稍稍用一些样式吧 给大家稍稍改一下 菜单 这块 就直接在这写样式了 列表的样式 NONE 然后 MRG Market 0个像素 Parting 0个像素 分类管理 有添加分类和编辑分类 这两项 当然你用样式啊 用图片 可以把它做得很漂亮 像这个似的 然后不光是有分类管理 比如说 还有商品管理和用户管理 假如说我有 在这里边有三个模块 那我这块有 商品 商品 管理 然后这块有 用户管理 然后这有添加 商品 在这块有编辑商品 然后这有添加 用户 这块有编辑用户 这块有编辑用户 就分成了在频道一里边 其他频道我没有动 只有在频道一里边分成了三个模块 然后针对每一块模块去编写 既然三个模块按照咱们最早前面介绍的MV7模式 一个模块 一个控制器 所以我需要在程序里边建三个控制器 那在哪呢 因为现在我已经定义了这个主模块是这个里边 那其他的模块 看一下 分别有CAT.class.prp 分类模块的控制器 还有商品模块 我就叫做 goods.class.prp 还有一个用户模块 那我说要建一个叫做 user.class.prp 然后每个控制器里边 现在能看见的操作有两个 其他的操作 因为咱还没设计呢 咱只是临时的写 比如说class.cat 分为编辑 编辑呢 就先出现一个列表 然后你根据这个列表 你去修改呀 还是去删除 然后还是去搜索 这是编辑 所以呢 这个列表 默认就这样的显示列表 所以咱最适合的是用index的做编辑的操作 比如说分类 就是编辑分类 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添加 那咱就是有一个add的一个操作 里边在显示对应的一个模板 然后这里边 添加编辑分类 这里边假如说咱们会掉一个模板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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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添加的时候 咱们也会掉一个添加的一个模板 Display 这就够了 当然了 掉模板的显示的话 一会我得给大家写这几个模板 输出 那就在视图上了 然后 商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也是两个操作 这个模块 类名咱们叫做 这块 G-O-O-D-S 然后这块 编辑 要一个列表界面 编辑商品 添加商品 下边 也是一样的 然后 用户这块 同样 有编辑 用户 和这个 因为咱们现在看到的 在这个模块里边 就是这三个模块 然后每个模块 现在能看到是用户 有两个操作 所以里边我就建两个方法 但还有修改删除 很多个方法 三个模块了 这三个模块都需要模板 所以我就需要在视图下面 分别键 这有index的模块 是后台管理平台界面 然后还有分类模块 还有商品模块 gods 还有用户模块 user 当然了 如果我还有其他模块的话 每个模块 我都建一个目录 分类模块里边 需要两个模板 一个是index.tpl 还有一个 add.tpl 都是在分类下面的 那这里边 咱们就可以写一下 是分类里边 index的tpl模板 然后在这里边 咱们就可以写一个是 分类里边 add.tpl模板 只是先做一个标识 看能不能访问到 那在商品里边 也是需要两个模板 一个是index.tpl 做列表的 那这话 我们就可以写上 这块是商品 index的模板 再来一个商品添加的 就是add.tpl 控制器操作的 然后这里边 我们加上 那是商品添加的模板 那同样 在用户这个模块里边 也需要这两个模板 那只是我在这里边 需要改下名 这是用户的添加模板 这是用户列表模板 专门便利用户模块的 us12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块一刷新 一刷新 这个默认的模板 默认的模板是哪个呢 也就是这个模板 这个默认模板 这里你写一些 比如说 根据你做什么系统 比如说 你要给别人做产品 给别人做的产品 那这会儿肯定加上 你的公司的一些广告 比如说 本软件由奶奶公司开发 然后我们的团队 具有什么什么样的能力 能开发什么什么软件 联系电话多少 是这样的 就比较造成反感的一些信息 如果是给自己公司 做一些内部系统的话 比如说 假如做一个OA系统 那就可以是一个欢迎雨 说早上好 对吧 然后你现在还有 今天你有哪些任务需要做 还有一些通告 今天公司谁来了 谁没来了 哪些人出差了 然后公司的那些 具体的公告信息 站内信息 都可以在首页面去展示 所以这块 或者是环境信息 都可以 所以就根据你公司的需要 因为这是主页面 你就看主页面需要加载什么 你就写什么 主页面 比如说 喝完欢 欢迎 信息 这样的话 明页刷新 那这是首页上 主页面 欢迎信息 写些这些东西 写具体什么内容 根据你的项目来决定 现在我们一点哪个链接 就会 直接定位到哪个模块的 具体的操作 当然了 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咱们没解决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菜单的链接上 菜单的链接上 默认 没写target 也没写访问哪个模块 所以他现在找不到 所以呢 我们一定都要有target 因为目标显示的 right 让他在右窗体里显示 每一个都是让他在右窗体里显示 所以我们这块都要加target 不然的话一点链接的时候 他都会在本模块里显示 这就不太好了 然后 刚才那几个 这三个模块 每个模块操作 咱们都已经假设起完了 那只需要一点定位到 不是本模块了 到了URL 现在模块是index的模块 因为这是菜单的部分吗 所以不是本模块了 那你就不能用index 就得用app 访问到 这个模块下的 app就是 直接访问的主入口 主入口下面的 比如说 这是分类管理 CAT模块下的 添加分类add 那同样这块就是 $APP下边的 CAT下边的 index 当然你不写这index 默认他就index 那同样的办法 这块也是一样的 app 错了 错了 APP下边的用户下边 index 模块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现在 就可以看到了 你看 我一点添加分类 我还没刷新的 刚才 target已经写了 保存了 target少个 少个二 你看 添加分类 这是分类添加的模板 在这里边写个添加分类的界面 这写编辑分类的列表 商品 编辑商品 添加用户 编辑用户的列表 这都有链接了 所以你只要这个平台怎么就写完了 当然了 这个平台你还需要干嘛 当然还需要具体的美化 你不美化的话 用户界面不好看 他就反感使用这个软件 所以界面既要操作简单 简单 那又要简洁 那又要美观大方 这是界面的一些要求 简单一用界面好 可以像这样的 缩近 这都可以做 这当然就是GS和样式的功劳了 用DOM就可以操作的一些东西 而不用当PAP乘余写 好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 向大家介绍的 用框架如何搭建一个管理平台 那下节课呢 咱们看一下 平台不是说 后台的像这管理平台的界面 或者公司内部的系统 并不是说 想进就能进的 一定要经过登陆才能进来 有权源才能进来 所以呢 下节课呢 咱们就做 用户的登陆模块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人生自古 随无死 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冰中 精做起 今天还要学 PHP 少壮不学 PHP 老大 土上 华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穿远不学校 处处学 PHP 在听愿做 比例 在听愿学 西修 PHP 助理寻他 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 PHP 吃很多 respond touch 让 词 好 词